心血管疾病向來都是都市人的模型殺手 巴打台現特設免費檢測心血管硬度服務 可以有助及時發現心血管異常情況 能有效避免中風及心肌梗塞等多種恐怖疾病 有興趣參與的人士可於辦公時間內 親身到巴打台地址,九龍青山道654號浪圖大廈15樓A室 或者致電查詢熱線55379521 植物提取物必須兇討服用 保健食法是每天2粒,進階食法是每天8粒 我們敏滴裏面提取物的主要功能有 阻止皮膚痕癢,皮膚過敏,主副手 對皮膚脫落和氣管過敏都有幫助 產品查詢熱線55379521 歡迎大家回到我們軍事導航節目 我是你主持人Larry 我是Alex 歡迎大家回到我們本週最新最熱的軍事話題 我們承接上個星期跟大家講到 俄羅斯的試射導彈基地爆炸 雖然在這段影片出現聲音很震撼 對,很震撼,因為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那件事我們講過,我跟Alex說過 我們的預測真是去到神的金屬 真的好像打雷一樣 看到光光,然後割幾秒才會聽到聲音 聽到聲音 我想說,原來我們有時候 人們以為我們亂說 都很準確的 上星期大家有聽,記得我講過 我們是不是有預測呢? 我說有核輻射洩漏 然後我馬上猜 我是不是在試核動力巡翼飛彈嗎? 我想說現在到全世界都在說 嘩,我馬上分享這個 是否切爾諾貝爾2.0 是呀,Share Noble 切爾諾貝爾因為那件事 最大的問題就是 令到當地居民永不超生 你爆炸了不告訴別人 不叫別人走 輻射層吹到瑞士 打到莫斯科 你好像有些東西在西面 東面吹過來西面 這麼誇張到瑞士 然後莫斯科打到烏克蘭 你這裏是不是出事了? 蓋到中央都不知道 蓋到莫斯科都不知道 嘩,這樣很嚴重 但最慘的是當時那些救援人員 穿的衣服 他們是化學保護衣 是很薄的 不是核子保護衣 核子保護衣是要全身圓的衣服 你才可以進去的 最慘的是什麼呢 就是裡面的人不知道 然後那些居民沒怎麼走 聖的那些就走了 搞到你們那些小孩 當時都很慘 對呀,很慘 很多船人都生癌症 所以現在整個蘇聯 和俄羅斯的人 這件事是很警戒的 烏克蘭爭死他 那當然啦 嘩,全世界三大黑套 但是你弄死了我的黑套太 對呀 但是這件事 那些居民一樣很害怕 因為之前蓋著說沒事 但其實那些居民已經complaint 其實很嚴重 很complaint 其實俄羅斯 即是蘇聯那時候的核危機 是經常發生的 那時候五幾年 雖然俄羅斯前身蘇聯 他做了一個核電廠 是藏起來的 表面很像是工廠 實際上那個範圍 整個都是封鎖了 然後就蓋了一個核電廠 蓋了一個反應堆 那時候核廢料不懂得處理 那些核廢料還沒完全燒光 然後原來還會有微熱 因為還是有反應 對呀,還沒完全完 有微熱 慢慢吵吵吵 那些核廢料都爆了 會爆上來的 當時多嚴重 當時都掩蓋了 對呀 不過其實都是難處理的 如果你是在五十年代 其實你正式用核 沒什麼搞的 叫人走 你正式用核都是四幾五幾年 對呀 沒有其他辦法 對呀 因為其實核的用法是很神奇的 唯一當時是落石棺 現在都落石棺 現在石棺的結局好很多 沒有很多 所以當年原本的設計是五十年 二十多年就沒有了 但現在這次再翻新 那個Chennoble的 是會見很多的 好了,不說核廢料都這麼久了 說回這件事 總之俄羅斯那邊 有當局公佈了毒素是很不正常的 是 有一個核子那邊的機構 反而很負責 說回其實真的應該有些輻射 所以現在變成了 當地居民就很怕的 究竟發生什麼事 但其實重點今天想說回 其實核巡翼飛彈 核動力的巡翼飛彈 首先不是俄羅斯獨有 其實主要構思反而是來自美國 以前的計劃 美國軍事大概是五、六十年代 那個年代有個計劃 想著要準備一個飛彈 就可以無限距離射 總之隨時準備好 就打蘇聯 當然這個計劃 在他們發展的時候 我想說整個小個人的 那個計劃叫做Slam Slam就是大家 看Slam燈的Slam 整個叫做 Supersonic Altitude Missile 意思是超音速 但就是低軌道 低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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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地 好像Cruise Missile 好像床潤導彈 好像床潤導彈 但是那個年代 應該沒有這些東西 還是彈道 所以這個很新 它有個花名叫做The Big Stick 大棍 很過癮的 當年的Cruise Missile 這個也是遲早 它的速度是3.5倍速 是很快的 但我想說 你不要以為它是一個Messile 其實這件事有搞笑 因為它飛的高度是1000呎 其實很低的 1000呎 你以為是300多米 那是雷達 避開所有的雷達 第二個問題是 它的設計不只是一枝導彈 其實它裡面 這枝東西可以裝26個氫彈 哇 很恐怖 26個氫彈 大家看到氫彈的威力 大概最差的也有10倍原子彈 所以如果26個 不是滅一個中等國家 是整個蘇聯滅了 很恐怖 26個氫彈 最恐怖的是 每一個都比長期廣島100倍 如果扔下去 大家知道 如果扔到莫斯科 就很快就沒有了 扔到聖比德堡 很快就沒有了 歐洲沒有了 歐洲沒有了 所以要小心地扔 不扔 隔壁就有芬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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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有菠蘿的海 在附近 所以這個Hydrogen Bombs 在那時候 它的設計 是很滅國的 整件事 但他們發現了一個問題 美國發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 原來他們發覺 連測試也太危險 因為核輻射漏得太強 變成如果他們連試的時候 還沒有在美國本土試 你飛去哪裏 那些地方都會中招 所以那時候核爆 核試也要選太平洋中心 比你肩群島 你經常選群島 是吧 即是經常選群島 即是給錢叫人走 你都要去哪裏 有那些環礁的位置 是呀 給人走 即是給錢叫人走 走 都在那裏試 都不會在美國本土試 會呀 會呀 連夏威爾也距離了一個很遠的位置 是呀 在小群島那邊 所以核輻射算過太大 所以連試也不敢試 所以結果就終結了 台灣網友笑 你還沒扔到過去 自己拿東西 是呀 自己拿東西 所以現在俄羅斯 你是不是又在玩忍火自焚 還有他又這麼有信心 可以整件事洩漏 其實俄羅斯 以前蘇聯有很多核子動力的怪兵器 想不到除了潛艇、飛彈之外 還有核動力的轉地機 核動力轉地機 構思轉到美國 就是在美國下面 轉向放核彈 哦 這招 當然就是因為核動力不穩定 就放棄了 還有美國也想做核動力的航空母艦 不是在海上 是在飛機上 要飛的 要飛的 即是復仇者聯盟 沒錯 類似 飛機有掛10部戰機 沒有10部戰機 你比3部也恐怖了 因為你在上面 是 所以這是相當誇張的設計 對 心態問題就是危險 大家都猜到 這個計劃在美國50年前已經放棄了 俄羅斯 雖然你說 50年後 其實現在的技術是先進了 是 但其實沒有意思 為甚麼呢 其實大家想想 當你的射程大概5000公里的幾十倍 其實這些東西 全部用彈道導彈做到的東西 為甚麼要搞幾千公里的巡逆飛彈 我覺得是噱頭 噱頭 噱頭 其實是沒有用的 而且你也控制不到 這些東西是攬炒武器的 攬炒武器 其實當大家都有六七千支的核彈 攬炒 我們叫做互相保證摧毀 大家看地圖 不要有一張平面地圖看 北極看下去 記住 阿拉斯加射回去 莫斯科也不太遠 莫斯科很快 因為地球的頭和地球的頭射很快 很快 而是射得比較難 記住 地球不是平敵 另外一宗我們也要講的 就是以色列 以色列是過癮 以色列有一個鐵窮導彈防禦系統 很出名 鐵窮是 裡面有公子那個 不是窮鬼的窮 不是窮鬼的窮 是窮窮的窮 下面做過公子部的那個 大家知道以色列裡面有兩三間國防公司 有一個出名叫Rafael 叫做拉菲爾 這個鮮盡防禦系統 近來美國入了 鐵窮系統叫做Iandum 大家知道這個鐵窮系統相當厲害 今次雷神會和它合作 雷神會負責銷售和研發等等 但是當然以色列會比技術 今次這個計劃的Budget 名字叫IFPC 中文譯作火力掩護能力計劃 這個預算基金 就用來做防禦火箭 火炮、迫擊炮 大家知道窮窮這個計劃 鐵窮這個計劃 其實是專櫫的什麼呢 專櫫九五達八的火箭彈、火箭炮 短距防空 短距防空 即是很難防禦的也能防到 很過癮的 直升機低飛也能防到 很厲害 無雲機都要防到 可以的 可以的 基本上它的好處是 就是成本夠低 所以如果你平時用外國者 你沒理由拿外國者打無雲機 那麼貴的 那就運用鐵窮 所以美國發覺 我的高端武器全部齊 但我低端武器不足 於是發覺以色列這個鐵窮系統 如果低端的話 可以混入它 無論你是短、中、長 或者我們叫做高中低 全部都齊 所以鐵窮暫時 在防空系統來說 它也算是挺受歡迎 因為它的成功率高 你想想它其實每天都有示威 每天都有巴勒斯坦那邊的示威 每天都有來自敘利亞和波斯 組成的民兵 所以它們的系統做偵測 很準確地預測火箭、火炮、迫擊炮 那些短程目標射下來以色列本土 那些很吐炮的 那些找兩支鐵空架著火箭就這樣射 就射了 沒有發射器 沒有發射器 沒有發射器都沒有 沒有啊 拆箱動高 找兩個架 土製 找兩個架頂著它就射 沒有發射車 沒有發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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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麻煩 所以你不知道什麼時候出現 還有就地就可以做 所以它現在的系統的好處就是 無論你什麼天氣 你知道中東的天氣就會多沙 多沙塵埔 以及以色列那邊又近海 又會有霧 所以其實它那個導彈的偵測系統 對天氣的要求 無論你的天氣什麼要求都做到 所以就變成要美國用 你知道美國的部署是全球的 如果你這麼複雜的天氣都做到 它會不會覺得是很棒的 因為它那些很多空軍 陸軍基地 海軍基地 部署全球 放回這些東西都可以 什麼天氣都有 至少可以短距離保障一下 你想想最好是放什麼地方呢 我覺得放南韓 因為南韓對面的北韓 可以射很多火炮 它用鐵熊系統擋一擋都可以 所以我覺得這個鐵熊系統 是會接受南韓的 然後日本有機會會接受它 然後我覺得 理論上新加坡可能會入少少 新加坡是勇敢 但新加坡其實我沒有迫折性 因為它旁邊的國家沒有那麼多 所以我覺得最首先要是南韓 接著就輪到日本 下一個是沙特阿拉伯 我懷疑沙特阿拉伯 但是沙特阿拉伯 我可不可以不要以色列的東西呢 於是我懷疑雷神 就說我先買了 我買回來 我用雷神名義買給你 其實有技術是來自色列的 即是換招牌 即是換招牌 即是我買了Main in China 然後去了澳洲 澳洲叫Main in Australia 就賣給你 即是這招 這些經常都有貿易的東西 最後要講日本 升級了空中雨景機 這個Alex就熟了 因為這個美國波音公司是這樣的 因為它有一個E767 你說是廣體機是嗎? 以前那部E707 即是707機身組 707即是50年多的設計 基本上全部停產 你都不會敢用的 即是街友機的機身 是的,舊機都不敢用 你升級了 但它這部不是完全新機 它是將美國E3的技術 移植過來更新的707 707是80年代的機種 都差了幾十年 所以穩定一點 還有767 它可以買出貨機的 它可以買新的767貨機來改 是 它又不同 美國E8 或者P8 那些 因為它是完全新的機 新造的 所以它使用較小的737 已經夠位置放 因為你不是完全新機 即是將707年代的東西搬過去 所以你還是要用767 這麼大的機種 但它本身的767是廣體機 所以已經比你707寬闊了差不多一倍 嗯 所以現在將E3的電子設備 一升級就放到E767 是的,搬過去 好過癮就變成日本獨有 這個情況 有四架E767可以做到 搬到靜岗縣 是 是 這個需求 基本上是為日本度身訂造的 是 機艙 因為剛才Alex說了 原本是707機身的E3 是 今次機艙面積大50% 那就可以在很多地方上升 是 首先你擺電子設備 那些一定會 都是這麼多 是 或者升級了 其實理論上越升級越小 是 機艙尾部 今次有休息區 有廚房 有廁所 還有他們的管制系統 加夢雷達一模一樣的 所以這次人應該可以舒服一點 油光就大了 可以飛久一點 引擎也沒那麼吵 機身也穩定一點 可以駕駛幾十十年設計 整體也好 不過下一個客戶是北約 北約 北約需要 北約的E3 真是夠了 還是707機身 那會不會是找日本來試一下 也可能是的 找日本的盟友 一開聲一定肯 那會讓他們試一下 北約可能未必有 賀美國那麼有錢 全部買P8 沒有的一定不會 不過起碼沒有舊的7672手機 放給你 放給你 將E3搬過去 這樣也能撿轉 是的 起碼用久一點 這次升級了 即升級了 這個E767 除了電子掃描陣列雷達 這次的訊息分辨能力會變得更好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數據鏈和分辨系統都變得更好 所以接下來的系統作戰 或者C4ISR的部分會變得更厲害 好處是什麼呢 好處就是 如果它和中國要打 如果在釣魚台附近海域 然後大家知道 日本不是 alone 會有美國的 所以美國軍隊和日本軍隊 在數據連接 基本上去到無縫連接 總之美國就是後面的大腦 指揮日本的機器 現在日本的空中預警機 就和美國的空中預警機 理論上用的頻道 全部都可以交接到 是的 基本上美國說 我幫你升級了 現在我給你一部機器 然後你升級到我級數 然後我和你無差距去作戰 大家就小心 因為這次最不開心這件事 就應該是加分開 當然是中國 中國零 沒有C919 都打算做軍用 可以預警機 巡邏機 比較敏 但是正式量產 還未正式有 他連民航 自己這部C919訂單也有 但是你能否交貨給別人 做很多測試 如果有5萬1 不小心制裁怎麼辦 好,這節來到這裡 植物提取物必須兇討服用 補健食法是每日2顆 進階食法是每日8顆 我們肝補的主要功能是 修復肝細胞 清肝排毒 保護肝臟健康 改善睡眠 強化肝膽和減淡食斑 產品查詢熱線 55379521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 地中海的煩惱 找對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無狼 控油去屍 固法 欲法 防脫法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